我們今天在談感情 第一階段就叫吸引 其實身體障礙於這 我們能怎麼吸引 我覺得 我們講吸引是因為 感情它本來就不是一種抓取的事情 它不是像抓娃娃機一樣 我把你抓進來然後掉到洞裡 你就會跟在我旁邊的事情 它是一種吸引力 你才有辦法讓兩顆心能夠更靠近 所以一開始我們必須 給別人很好的第一印象 我們必須開始有不同於 別人的一些吸引的特質 但是在身體障礙者來說 這個部分它是困難的 這個是以前的我你知道嗎 有沒有很美麗 有 有嗎 那你說現在有我不美喔 沒有 這是國一嘛 國一的時候的我 我國一的我真的是很多男生追啦 然後我那時候真的都不把人家放在心上 結果我最大的快樂就是把人家情書公佈在報告欄上 然後讓大家就笑它 有沒有覺得我這種女生很壞 這樣 對 所以那時候我根本不把愛當一回事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 nothing 就是而且別人都已經是看著我的外表了 這都沒有人是喜歡我的內心的喔 所以那時候的我根本沒有在研究人際關係這件事情 吸引力當然有一個部分也是來自外表 那可是自從我失明了 大家剛才有仔細聽嗎 我說我幾歲得腦瘤 15歲 哇塞 我才做我的心描淡寫說一下 你們這都記得很棒很棒 是對八卦特別有記憶力嗎 哈哈哈哈 好 我15歲得腦瘤 那這個腦瘤呢 讓我十七歲耐入我的障礙人生 為什麼我說是障礙人生 我不說視障 因為我不只是視障 我的眼睛剛才已經跟各位介紹過了 我的眼睛失去了以後 你覺得哪一個感官會特別重要 聲音 聲音就是要聽覺 可是很抱歉 我的右耳完全聽不到 因為我腦瘤整個壓傷了我的右半邊 所以我右邊這邊的老師 如果我常常怠慢你們請你們包涵 因為我這右耳都對我來說完全沒有聲音 所以我也很難做一件事情叫聽聲便味 因為對我來說所有聲音都從左邊來了 我都以為你在我左邊 但是有可能不是 所以我真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來找我生活中的點點第一 但是老天爺沒有那麼容易放過我 我的整個右半邊都被壓傷了 包括我的眼睛是完全看不見的右眼 我的右耳完全聽不到 還有我的右半邊的身體 我的 包括我的臉 我的右手 我的右腳 都是像斑邊狀風一樣 變得非常不靈活 你們現在看到的我都是我復健的這樣 我不能講說時間 這樣你們就會回去推上我幾歲 哈哈哈哈 就是我復健了很久 你知道 所以呢 我現在你們看到的我 猛然一看還會說 哇是個正妹對不對 對 各位老師很好 妹的良心 可是你還是會發現很多破綻 比如說我的臉很明顯啊 你會發現我右邊眉毛不會動 又眼睛比較大顆 其實是因為眼皮比較鬆 沒有力氣 我笑起來我超愛笑的 可是我一笑起來的時候 左邊嘴角和右邊嘴角一定笑得不一樣高 我的右手現在可以做一些很大的動作 比如說揮揮揮揮手 這種拿麥克風這種動作 但是以前所有要用右手的事情 比如說我是個右撇子 我會用右手寫字 我現在要用左手 我會用右手拿筷子 現在要用左手 以前我會用右手拿牙刷 但是現在一定要用左手 所以所有精細動作我都是不能做的 然後我的腳也是非常不靈活 我的右腳 到我現在為止 我已經復健得很好的 讓它沒有萎縮 然後讓它可以做起來可以走路 甚至有時候還可以小跑一下 你們知道我今年十月要去參加鐵馬環台 我就是給我自己的腳一個任務 因為每次在集訓的時候 教練就在我前面 你們不要以為我自己騎單車喔 好不好 我們都叫騎協力車 前面有一個教練會帶著你 你在後面你要拼命的踩 那我每次踩的時候 教練就會跟我講說 朱欣你怎麼右腳你又鬆了 因為我每次都 他如果太輕了 就是很快很快的轉 我的右腳就跟不上那個轉速了 我右腳就來不及 所以這次給我自己的腳一個反應速度的考驗 讓它要有力量 而且它又能靈巧一點 所以希望我到時候十月還是平安回來 然後跟大家能夠想一些很開心的報告我的好消息 好那老天真的是就是對我這麼壞 所以我一開始真的覺得這樣生不如死 我那時候很不能夠接受我自己 我怎麼會變成一個視障 我每次聽到看到想到任何一件事情 我都會覺得我痛不欲生 為什麼你們能夠伸手小見的抓某個東西 還可以上前一刻投籃 還可以看著影片 我根本不知道在演什麼 你們就哈哈大笑 那時候我真的覺得心裡好難過 找得到我在哪裡啊 有聽說有小天使的光環 有嗎 沒有 沒有喔 好像是第二排第二個 有看到嗎 有 有 應該已經我知道 不要告訴我那個時候長得是怎樣 就是 對我來說 那個就是一個過程 很重要的人生過程這樣 好 那 當我變成這樣的障礙身體的時候 我最不能接受的一件事 就是我必須拿手障 你知道我不能接受我是一個視障者 但是當我要拿出一個手障的時候 我等於告訴全天下的人 我是小的 我告訴我每一個經過我的人 他們都會看著我 所以我覺得我真的沒有辦法 拿出我的手障 因為我沒辦法接受我的身份 可是就如同我一定像大家看到的 我有一個非常殘忍的爸爸 他從一開始要我不用拿跟著他走 再開始帶拿著還是跟著他走 最後他退後一步兩步三步越來越遠 然後我要自己上學 維定影上演出來的是 當我聽到我的同學告訴我 爸爸就是後面的時候 我就整個人淚瘋了 可是維定影上沒有演出來的是 淚瘋完以後我做了什麼事 那時候我真的非常生氣 我一股虎就從我的心裡這樣燒起來 很想拿刀子去砍他這樣 覺得怎麼會有這麼一個壞人 可是我知道去校門口打他已經來不及了 因為他已經走了 所以那時候我就跑去了我們全校裡面 最好的朋友叫做輔導師 我說跑去輔導師跟所有的輔導老師控訴 我有一個沒良心的殺千刀的狠心的殘忍的 他擦的爸爸怎麼這樣對我 輔導老師的人很好 都好好的聽 但是他們聽完了以後 在送我回去教室要上早自習的時候 他們會為了我兩句話 那兩句話影響了我的一輩子 也是從那時候我才開始敢去面對自己 葡萄老師問的我兩句話 第一句是 欣怡你那麼聰明 你能夠想想看 你爸爸那時候要眼睜睜的看著你摔倒 但是他卻要忍住自己不去救你的心情嗎 在座有多少位老師已經為人父母的 他會拍個手 我覺得我們都可以體會父母的心情 看到孩子痛 我們真的寧可自己痛 看到他受苦 我們寧可自己苦 我們都不想讓孩子去承受 可是當我想到我的爸爸他是忍住心裡 就是要讓我承受那些苦的時候 我知道我很自私 我只想了我自己 但是他絕對是為了我好 雖然那個好是我當時無法消化的 第二個問題老師問我 那欣怡你知道你爸爸為什麼要怎麼做嗎 各位聰明的老師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非常好喔 他要訓練我獨立 拿手杖出來就叫獨立嗎 不是 不是 不只 應該講說拿手杖出來只是一個動作 但是最難的獨立叫做心裡的獨立 心裡怎麼樣獨立 接納自己才能獨立 所以我覺得 就是我覺得 人生意障礙者心裡一定會面臨的第一個關卡 在談感情 最初最初 我們一定都會遇到一個部分叫做自己 當我們沒有辦法接納自己是個視障 我根本不可能拿出我的手杖 還像今天這樣子走一圈給你們看 然後要掌聲 我不可能做得到 我不可能很坦然的跟別人說我是視障 我是重度視障 我的眼睛怎麼樣 我還有耳朵上的狀況 我不可能這麼大方的告訴你 因為我心裡接納了我自己 那可是各位 我們的生意障礙學生 我看到有太多太多的狀況 每一個進來我第一個評估就是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如果不能接納自己 你說以後要談什麼感情 以後要談人際關係 以後要談生涯 都很難 因為他們沒辦法跟自己好好相處 所以你們一定會看到很多很奇怪的現象 比如說他明明是個聽障 可是他就是不帶住聽情 或者他就算是一個聽不懂的人 他是一個學長 可是他就是不肯好好的告訴你 他這個不會 或者是那個不懂 他很容易就有很大的情緒 因為他很挫折 因為這個部分是怎麼去接納自己的殘缺的問題 各位老師 那我們很多殘缺 你們有沒有殘缺 有 接納自己的殘缺容易嗎 不容易 可是很好的是你們的殘缺很內力 所以你們可以選擇 要不要把它包起來 雖然包越多一定傷越大 可是你們可以選擇 而我們神經障礙者別無選擇 別人就是看得到 所以每一個人心裡都有傷 毛很多其實是傷很大 你知道嗎 你說那個人很難相處 其實就是因為他很多地雷很傷 所以很多傷我們可以隱藏 但是我們神經障礙者真的別無選擇 所以那我們老師 我們怎麼樣協助他們 能夠過第一個 我覺得最重要的心理關卡 我覺得我自己走過這段路 我就會研發出一個新的理論 叫做傷與痕 肉體有傷 如果大家撞傷摔傷流血 你們會做什麼事 擦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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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我們心裡有傷 我們習慣性也都會這樣處理它 擦藥 擦藥 但是我發現 我們身體上一直的傷 擦藥是治不好的 它是永遠是傷 而且你加了越多越厚越密的紗骨 別人輕輕一說 哎呦你沒關係你看不見 你知道那有多傷嗎 那個血噴出來的啊 血流如注 所以很多人說 你不尊重我 你說我哪有不尊重你 看你的眼神就是你不尊重我 那是因為它可能心裡有傷 所以它很容易言者無心 聽者有意 對 因為內心的傷 那我們這樣處理它 包紮是完全治不好心裡的傷口 心裡的傷口要怎麼治 只有一個方法 叫做敞開 就像我開始拿著手杖一樣 當我開始去敞開 當我開始去跟別人說我是適當者 當我開始跟別人說我需要什麼幫助的時候 我在敞開我的傷口 我的傷口慢慢會結發 我的傷口慢慢不會痛 慢慢它甚至會變成現在我心裡很重要的一道彩虹 那各位老師 我們的重責大人 不是你的重責大人 就是如果你有機會 陪我們一程的話 幫忙他們度過第一關 就是如何讓他敞開傷口 建立一個安全信任的關係 讓他願意在你面前表現脆弱表現無助 就是他才有機會好好看自己的傷口 也才有機會好好地讓別人看到他的傷口 所以我覺得接納自己 永遠是所有東西的第一步 第一個心理關卡 也是我們在談感情的最初